为什么我要上鞋带呢 因为既然我花了250块买这个呢 我就要拍三部影片 把它用都正 所以呢我明天呢 就会去找我专业的朋友 Meki店铺啊 别人的球鞋店啊 上脚的脚妆骗他们 看他们看不看得出假的球鞋 哈喽我是Loky妹 今天第二天又来打扰你了 Loky妹 是没办法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拿到Travis Scott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过来找你 好那其实我今天主要呢 是想要做一个真假影片开箱 因为已经很多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说 可不可以做真假开箱 我就拖了很多多重的关系 找到一个目前为止 莆田货里面最高最高等级的level 回来跟大家开箱 而且我花了你猜多少钱 应该现在不做第7号吧 我花了250块美金 那之前呢我有做过一集真假开箱 那双easy呢 我一直被吐槽说 那个不是最高级 最高级的 那个我记得我朋友花了才100块吧 买了双假easy回来 所以呢这一次我就花大本钱来 买一个最好的 跟大家比较一下 好那我先开箱丢两个的真货先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对比真假 那之前呢 其实Travis Scott已经上缴过非常多次 出现在social media上面了 只要现在是倒勾系列的都会变成 重磅的超级限量款 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次 这一次的Travis Scott的Fraigman Design Jordan 1的三方年名 他这一次呢 都是把两个最主要最象征性的元素 都放在这双鞋子上面 这一次呢也是以2019年那一双 OG咖啡色为男本而做出来的 那在色系方面呢 他这一次是注入了Fraigman Design 最招牌的蓝色调 然后在皮革方面呢 也是用了非常上等的荔枝皮革 而且你摸下去的手感呢 是非常厚实柔软的 那这一次呢 他在中底的设计就跟D邦一样 都是用了这种仿旧的设计处理 可是在鞋面上面呢 就是用这种奶油白 所以带出更多的层次感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看到照片呢 我超级不习惯他用这种 这么大面积的白色 可是这一次也是因为 他用了大面积的白色 所以更能衬托出这个 超大的黑色道沟 再加上他点缀了 Fraigman Design 他的蓝色调 所以整个吸睛效果 我觉得超级高 在鞋舌方面呢 这跟地方一样 右边的是用了Catastract的logo 左边是用了Fraigman Design的字样 至于在后跟的位置呢 一边是用了Catastract的笑脸logo 另外一边是用了闪电logo 在鞋子的中底的部分呢 也是用了一年串的号码 以示身份的 在鞋领的位置呢 也是用了暗格的设计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也可以偷塞钱啊 塞什么都可以 我会打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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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次整个鞋领都是暗格耶 让你可以装很多很多钱在里面 而且打开里面呢 是非常顺滑的丝绸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对比一双 假的那个丝绸 看一下里面的丝绸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最后鞋带方面呢 他是配送了蓝色粉色白色 让大家做更换的 所以TOTO呢有四个颜色的鞋带 奶白色的中顶 加上蓝色的大底 他这一次出售的店铺真的很少 非常少 连SN KRS都没有上 所以他到现在的价格 大概是3000多到4000多左右 在STOIC上面 我七号半的号码好像是3500吧 所以如果之后他不会再补货 就一直这样子的话 价格应该也不会回调太多 看哦 如果大家真的非常喜欢的话 我还是会再等一等 再等个一个月左右 然后再入手 反正那个钱就放在那边了 也不差那一个月 所以大家看准一下自己的价格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跌的太厉害 如果真的觉得 这双鞋子还是有点太贵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考虑低方 因为低方那个价格上面 跟材质上面 跟上脚方面 我都觉得还蛮值得花二手钱去买的 这一双还是有一点over budget 同意吗 对 好 重头戏来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真假球鞋吧 我们先从鞋盒开始对比吧 他这边依旧的有一个透明的塑胶材料 来做一个小对比 外面这个塑胶透明盒子呢 我觉得他的透明度非常低 大家如果要看盒子的话 可以先从这个塑胶盒开始看起 盒子方面呢 我觉得假他的颜色很off 非常off 你的那个是一个亮蓝色 我那个有点是旧男色 这个盒子已经看得出来了 OK 那个比较鲜 对你的那个盒子是比较鲜明一点的 秤纸就 颜色还是那个鲜明 对你的那个鲜艳很多 在颜色上面那张纸呢 也是偏淡色一点的粉色 Cybus Fuzz整个颜色都是亮的 是鲜色的亮色的 所以如果大家买到鞋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颜色上面 好 那我们先从鞋头前面的 蓝色的皮开始讲起来吧 在皮上面来讲的话 他的荔枝皮纹路呢 是比较浅的 颜色很鲜 而且那个皱是比较明显 真的是就皱皱的 但是又不是旧的那种 我觉得 对是那种皮很软很软的 这个像是好像是假的 假的那个纹路 纹路不够清晰啊 鞋带穿孔的那一个皮革呢 看起来是比较顺滑一点的 纹路呢并没有像这一个 这么的明显 至于其他部分的白色皮革呢 就没有太过的异样了 主要我觉得他的蓝色 颜色有一点off 还是这个比较鲜 这个就比较 暗淡一点 暗雅一点 对 然后至于蓝色的皮革方面呢 我觉得真的那一双 那个皮革纹路很清晰 假的那一双那个纹路 很淡很淡 几乎都看不到那个纹路了 后脚跟比较明显 如果你买到鞋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从蓝色的部分 开始看起 因为白色的部分 它其实做的还蛮像的 蓝色的话就非常明显 能看得出来 至于Catastract的那个隐形logo呢 其实它是有一点变色 有点像粉红色的 可是假的那一双呢 就是完全的白色 然后现在到倒钩的部分了 倒钩的部分呢 这边 suppose这边不应该是碰到这条车线 可是这个呢 就刚好碰到它的车线了 然后呢在皮革方面呢 真的那一双的皮革 也是有非常清晰的纹路在 至于假的那一双呢 就好像有那种随便印上去的纹路 而且这个皱褶 太明显了吧这个 画了250 给我这种材料我也是醉了 I expect something better 然后现在到中底的部分了 中底大底的部分呢 蓝色这一片这条线呢 是非常漂亮的一条直线 可是假的那一双呢 这边一直有点off 抖来抖去的感觉 它上色没有上得非常平均 这个是最明显的 好 最后讲一下最大的败笔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一双后跟假的那一双呢 它外面这个圈圈有一个印在 这边做得非常不顺滑 打出来 够感到 至于这一双呢 并没有说 凸出来的感觉是平滑的状态 好 到最后看一下 口袋里面的丝巢 好 摸一下这个西草 怎么办啊 西草 有什么感觉 你那个比较滑 这个比较软比较滑 这个真的比较滑 这个摸起来有点像皮 然后它这边是丝绸的手感 假的是不滑溜溜的手感 就是会觉得你有这种手感 看不出来但摸得出来 那大致上真假呢就是这样子 你觉得这个高仿怎么样 比较滑溜溜的手感 那它其实另外还附赠了三个鞋带 可是在家里面 因为我已经上鞋带了 为什么我要上鞋带呢 因为既然我花了250块买这个呢 我就要拍三部影片 把它用到正 所以呢我明天呢 就会去找我专业的朋友 Nike店铺啊 别人的球鞋店啊 上角的假装片 他们看他们看不看得出 假的球鞋 因为我身边太多很厉害的人了 所以他一看就能看得出我穿假鞋 所以我真的 我自己可能没办法 走在街上穿这个假 我并没有说 买假鞋怎么样 大家自己花的钱 自己要买真买假 想要怎么做都是自己的事情 我不会去说 买假鞋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用真钱 去买到假鞋的话 这个是 不能原谅的事情 所以呢我也希望这部影片 有帮助到大家 小心买到假鞋 好好保护自己 好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 那记得帮我订阅按针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见啦 Adiós 喔 搞定 最后大家如果需要这个指甲 这个指甲真的超好用 而且非常稳耶 这么重的相机 我可以跟你拿个网站 然后打个10% off 如果他们要的话 这个可以 觉得可以啦 这个不贵啦 好 如果大家需要这种 指甲的话 可以在我下面的链 我帮大家凹个折扣 嘿嘿嘿 给大家凹个折扣喔 折扣 折扣 我帮大家看 别忘了 我帮大家看 如果看能不能把 帮助 扣扣 就不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闲闲 谢谢 解 这 可 我想